爱的味道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缘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头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意在你左右 老爸刚刚比赛骑进行车试我赢了 祝我再一句 吓死我了 你又想捉弄我吃完 觉得好玩吗 好玩吗 好玩吗 那那他装睡觉下晚了 谁想你了 每天都装弄我吃 装弄我 一天到晚你就装弄我 你就好玩吗 你下午下晚了 你这样 我 我怎么了 就这样挂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 什么 你是不是喜欢小芒 是说 回答我 我喜不喜欢他跟你什么关系 我跟他是从上海一起来这儿上学的 我有义务保护他 他不能受到伤害 你怎么就觉得我会伤害凌晓蒙呢 你们不合适 我们不合适 那你们就合适 关键是你跟他吧 你对他老是那种叙叙实实真真假假若有若无的 这有的时候不说清楚 他不就是一种伤害吗 那你还说我 那你有说清楚吗 我 我是很珍惜我跟他之间现在这种 感情你知道吗 反正你啊 我告诉你 你不能伤害他 林晓蒙也是我的好朋友 你放心 我不会伤害他 我不说清楚 总比你闷在心里好 小小蕾勇敢一点 你喜欢林晓蒙我第一天都看得出来 隔了这么久了 他什么表示都没有 你就害怕改变 你就害怕迈出这一步 害怕被拒绝 害怕失去 害怕林晓蒙跟你说不 是不是 你就不怕 怕什么 没有爱情还有友情 懒得跟你说 再见 周小蕾 重点不会答案是勇气 你再不说 那我行动了 好 超人阿姨 说好的永远 这是我女儿 我回来半休息 终于回生会 全世界 拥抱的余味 感动的眼泪 看不见 全都是谎言 全都是谎言 以为 你还在身边 对你的眷恋 怎么能改变 无解 无解 不爱 消失着爱 要怎么解开 心中的遗憾 我猜 你早已明白 不可能的爱 不可能的爱 不会再重来 再君 正来 我承诺过你们 我会回来的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对不起 我回来完了 这晚了八年 小萌 这八年你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 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没有和你们联络 那个时候我念书压力特别大 念着念着我就休学了 我爸帮我安排了一个建筑事务所 让我去实习 让我多一些务实的经验 我为了完成你们我们的梦想 拼了命的一刻都不敢歇息 后来才回去把书给念完 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待 我进了上海最顶尖的奥斯敦建筑事务所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好好说实话 好 我说实话 你知道一个人在美国生活 有多孤单多寂寞吗 我经不起这些寂寞 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也特别爱我 我以为我们会走下去 所以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有一个孩子 我心遗恨 就断了跟你们的联络 那现在这个男人呢 翻了 你怎么往八年不见呢 没想到你就练得一声 睁眼说下话的本事 是 小猫 把事情说清楚有这么困难吗 如果你碰到什么困难了 你可以很直白地告诉我 说真的 你签在军一个解释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是在军在照顾妙妙 张磊 张磊 在军对不起 我违背了我的承诺 不负责任地把妹妹留给你们 我知道我怎么做你们都不肯原谅我 但是不管你们怎么怨我怎么气我 我还是要回来 那你现在回来 想干什么呢 我想要和妹妹相认 你把她当什么了 做话做话说认就认 妹妹这帮男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她不需要你 你只是想要把她当心 然后就能把她当心 你准备下来 你不知道她也在做什么 你怎么做 我还是要把她当心 她会当心 你不需要她 谁不需要她 她会当心 她的事 你怎么做 你不需要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要睡了 这么可爱一个孩子 你说小萌怎么一忍心 就这么走了八年 最近妙妙想妈妈了 结果她就回来了 这样的妈 还不如不回来 你真的这么想的吗 来两份橙汁 好 谢谢 等一下 今天晚上风还挺大的 是啊 海边就是这样 我很爱记不记得 妹妹幼儿园的时候 她只有一感冒就一吐 我当然记得 有一次 她吐了一整天 差一点把肠肉吐出来 你在卫生间给她洗床单 我在擦地板 她躺在床上 油气无力在那说 爹地 对不起 我当时就不行了 差点哭 我记得有一次 她发高烧 连续烧了三天 我抱好她去医院 去打退烧针 就刚回到家 又有烧血了 那个小生板 像个腐活如影 刚添好了水 带她去洗澡 洗完了 洗完了 烧好像退了 就回报厂房 又烧起来了 没有啊 现在晚上我每个五分钟 就帮她来一次体温 睡都不敢睡 这些啊 小萌她都不知道 她错过了好多啊 可是不管怎么样 她都是喵喵的妈妈 是妈妈又怎么样 我不会让她来打扰 我们平静的生活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明天就让她帮你走 我们 Siri就让她帮你走 老板早 老板 你怎么那么早啊 早 老板 你怎么了 心情不好啊 没事 可是你看起来有点 去忙吧你 嗯 大家早安 对不起啊 干嘛 老板心情不好 老板心情不好 老板 我今天上班很准时吧 我今天没有迟到 天心 带给杀爱来的那个林小姐 对不起 让她来前谈一下吧 哦 喂 请问是您小姐吗 不好意思 我们老板有事找您 可以麻烦您来跪谈一趟吗 谢谢 谢谢 有事吗 天心 嗯 帮林小姐帮你退房 我为什么要退房 因为这里不适合你 帮林小姐订备的民宿吧 我不退 这里的房费我已经付清了 你不能让我搬出去 你的房费 喂 我有权述退还给你 我喜欢你们的民宿 我想住在这里 我不想错过待在这里的时间 有些事情错过了 这样才过着吧 没有必要觉得疑暗了 原来错过了 不代表以后也会错过 我不希望我的人真有遗憾 你会不会想事先 想要太过离手当人 先一般走吧 这就是你们的代课知道吗 我远道而来 你们却一直居然千里之晚 麻烦你别能费大家时间啊 嗯 老板 所以现在是要退还是不退啊 退 不退 你骑很慢呢 我够快了 淼淼 你要多人到 好好好 慢点啊 来啊 下课我还是这个地方接你啊 拜拜 小心点哦 知道了 拜拜 拜拜 我喜欢你 那个人 我能快快快快快 会不会 还等你 他们 你 有 你 我 我 我 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前阵子回到上海 安顿好了这个地方和工作 我先去找的你 但是你的古董家具店没有开门 我又想到你跟我说过 你爸爸得过经济奖的美术设计 就这样辗转地找到你家地址 你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话 俊磊 我不是忘记了过去不肯回来 而是我牢牢地记着 但我不能回来 你说的所有话我都记得 以前我们是多么好的朋友 我相信你肯定很生我的气 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他一定不会抹杀我们的情感 至少我真的很珍惜 所以呢 你就去了我家 我见到了叔叔阿姨 阿姨看着很端庄很温柔 叔叔倒是不一样 叔叔告诉我你在墾丁 所以我就飞过来了 震雷 我知道我有千百个不对 但我终究是淼淼的妈妈 我真的很想念淼淼 我真的很想念淼淼 你很想念淼淼 那我想问你啊 淼淼每年生日的时候 你在哪里 淼淼每次生病的时候 你又在哪里 你应该出现的 我没有办法反驳你 但是请你给我这个机会 我知道淼淼有你们很幸福 但她肯定也需要一个妈妈 让我和淼淼相认好吗 这是我唯一的心愿 小萌你知道吗 从商大学开始 你所做的任何一个事情 我都非常非常地支持你 但是这一次 我没法支持你 八年了 八年的时间你去哪儿了 首先呢我很理解你 想认回妙妙这个心情 我真的非常理解 但是八年时间 不是对不起三个字 就可以一带而过来 八年时间 在军对妙妙 是全身心的付出 所以我想只有在军 可以给你拔 我 我不认识 这个刀跟利长得很像 可是是不一样的字 不一样吗 我觉得 哪里不一样呢 一样啊 不是你看 刀他没有出头 前面这边突出来的话 就变成了利这个字 你再写五次 再写五个 好 刀没有出头 宁小姐 请问有什么事吗 没事啊 我就随便来看看 嗯 那我们继续上中文课了 嗯 嗨 我们 看什么 谢谢 谢谢 你在写作业啊 嗯 在写什么作业呢 国语 国语 妙妙的字真漂亮啊 老师也是这么俗呢 那你写吧 阿姨就不吵你了 我坐在这里陪着你 看这儿 你看你这个又出头了 高容阿姨 你知道干是什么布吗 干啊 干的布说就是干啊 那妙妙 你知道干是什么意思吗 你看 就是甜的意思 甜心姐姐的甜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嗯 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 有啊 今天在打扫的时候出现了一只毛毛虫 而且牛魔王还把他丢给我 好坏 牛魔王很喜欢捉弄你哦 嗯 他很讨厌我 嗯 搞不好 还是喜欢你哦 怎么可能呢 他上次还失误的话 而且 骑脚踏车我赢他 他还不认输耶 哦 对了 让阿姨看一下你上次摔伤的地方 还疼吗 不疼了 那 骑脚阿姨你呢 我啊 我也不疼了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箱口 真的不疼了吗 嗯 还有这两个线也不能够 妹妹要给我贴窗可贴啊 嗯 你要注意箱口哦 不然假如发炎更麻烦 也不要碰料水 嗯 谢谢妹妹 不客气 那你写吧 我陪着你 你最爱就让我很不爱 你现在怎么样 我只是想多陪一下淼淼 逗她开心 我没有恶意 我说得很清楚了 妹妹不需要你 雷军 你可不可以不要把我当敌人 你搞错了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 我当个路人 赶紧回上海 你要被载回来了 那淼淼 就先开心心的生活下去吧 你放心 我会把她养的我这辈子 都不会放弃她的 我不会放弃的 妹妹是我的女儿 那你不配做一个妈妈 我知道 这八年以来 你为了妙妙放弃了许多 牺牲了许多 我无以回报 先撇开大人的恩怨不讲 请你平心静气地 站在妹妹的立场想一想 不可否认的一点 孩子是需要妈妈的 这八年以来 你就没有想过她需要妈妈了 你现在口口声上说 要她回来认人妙妙 我问你要消失了 妹妹怎么办 我连她不知道 我也不希望她拥有了 然后再逝去 你懂吗 我不会消失的 我这一次回来 就没有打算要消失 我没有打算要消失 你不是什么 你搞的 你不是她的 你不是她的 我吗 你不是她的 你不是她的 我那是你 我那是你 你不是她的 我那是你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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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血管帮我开来了 水都露出来了 快点 你们看 回去 回去 去哪里来的 在二楼呀 不好意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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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要都这样 对不起 这怎么会这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的鞋子都打湿了 对不起 哪里是呀 都不都是水 来一下 妹妹 我带你出去 我行李还没拿呢 我不好意思 你拿 再过来 老板呢 我们房间淹水啊 实在不好意思 你们可以出去 等我们一下 可以出去等我们一下吗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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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两位 田信 我在 你通知那个水电行 你收拾一下吧 十点 好 搞得整个假期都烤汤了 放心 我们不吃你了 就我们行李都吃了 你得穿什么 对啊 我们来度假的 妈妈 我要喝水 实在是不好意思 对对对 先喝点水 不好意思 您不给我们一点补糖 谢谢啊 你们树的水管 真的太旧了 估计没有淹水的地方 都要重新检查一下 把工程了 实在不行啊 好了 重新装修吧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吃点东西吧 吃点东西吧 天莫名其妙的 各位不好意思啊 我在这里向各位 表示十二万分的抱歉 真的对不起啊 这样吧 我给各位安排别的民宿 然后大家的房费 我全数推给大家 我们都受了很大的惊吓啊 你觉得真的不需要一点 精神赔偿吗 对啊 天都这么黑了 我们大老远跑到这儿 居然就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说了 我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谁出来了 下次我开心呢 不好意思 你这种事情 你让我们怎么办 你们的心情 我绝对明白 各位 你有点诚意没有 请听我说几句话 我也是这些民宿的客人 我看了这位老板 现在是真心实意的在解决问题 谁都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 之前老板都承诺了 这几天的房费全数退还 还帮我们安排了别的民宿入住 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我们来到海边都是来度假的 也坏了度假的心情 没错没错没错 度假嘛 心情最重要 对不对 保持一个非常良好的 欢快的心情 真的真的 抱歉 十分抱歉 出了完就是要开心 人没事就好 来先吃饭啊 对对对对 来来来吃饭吃饭 慢慢吃啊 什么不要饿着啊 什么不要饿着啊 来来来来 这个很好 有薯条有鸡块啊 就是吧 开心一点 什么不好啊 慢慢吃啊 我要不及时 好 马上去马上去买啊 别着急 再来吃烤一股的 你吃烤啊 辛苦了 谢谢 帮我交你了 快 这次把塚来的所有老旧管线全部 换掉 得花一笔钱哦 一笔钱 吴教授不是让你去设计母校的新大楼吗 吴教授是看在我老爸的面子份上 什么 你想多了 他是看着你有实力 你现在不是缺钱吗 你要不然把这活儿接了 再说吧 你来干嘛 我不想住你们安排的民宿 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不可以 小莫 张磊 收留我吧 我说得还不够清楚 我说不可以 我怕死了 妙妙 超人阿姨 这么晚啊 怎么还不睡觉啊 来来来 睡觉 快快快 这 喂喂喂喂小莫 喂 喂小莫 小莫 你这不是为难所有人吗 正莱 让我在这里就住几天吧 我想你明白静一天 这样的氛围下面不是所有人都会尴尬吗 再说了没有空房间可以给你 没事啊我随意而安 我哪都能睡的 你看 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床吗 我特别喜欢睡上啊 这 老爸 明天还要看到超人阿姨吗 再说吧 你赶紧睡觉 明天一大早还要上课呢 嗯 完了 嗯 老爸晚安 晚安 我来看一下淼淼 淼淼已经睡了 哦 才是不是 illon management 爱的味道 留在相遇的那天 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度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间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陪在你左右 爱的味道留在上面 那天回忆里面究竟藏着什么 我们的爱浪漫了整个夏天 是多少远远才没与你错过 我们的故事也许没人在乎 我只想紧紧拥抱你 心跳让你听到时光尽度 就算没有方舟 两个人紧握着双手就足够 命运前爱的记忆带不走 我只愿陪在你左右 我永远守在你背后 小萌 你在干嘛 早啊 我在做早餐 做早餐 好了我来我来 放下放下 你负责帮我摆一摆筷就好了 等等 你别捣乱 别捣乱 你快去 你行吗 我当然行啊 你别瞧瞧我 大家早 早安 早安 大家早安 超人啊 阿姨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早餐 可以吃了 我抓不准你们吃的是中式还是西式 所以我两种都准备了 开动吧 来来来来 开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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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什么问题啊 你这些鸡蛋是什么呀 留地上了 我做的时候太紧张了 本来想放点盐的 抓错的罐子 这些黑色的点点是黑胡椒 妹妹不吃黑胡椒了 她怕辣 没事没事 我吃我吃我吃 我全部都是盐 多吃点啊 慢点喝 慢点喝 喵喵 我盐好像放多了 一点点 一点点咸 一点点咸 这几个意思啊 我想煮粥的 水好像少了点 你们 你们不吃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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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没有 没有 你 你 你吃 来 还有这个可以尝尝 超儿阿姨以后都会住我们家吗 超儿阿姨呢 由于那个民宿啊 这个水管还没有修好 所以暂时住在我们家里 妹妹 快点吃 吃完送你上学 来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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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棒怎么都不吃啊 老板不吃啊 老板不吃啊 吃吧 我可以在旁边加东西吗 我没有树叶 这边还有啊 这边有树叶 嗯 用过的树叶还可以用吗 还是可以用的 嗯 你给我找一下 很不错哦 妙妙 用树叶拖映出猫咪的样子 构图很不错哦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好了 各位小朋友 我们认识植物的课程告一段落了 下一次开始呢 我们要来认识动物 所以大家下一次 可以把家里的宠物带到学校来哦 快 妹妹 带家搭来吧 带我家搭来 我一定要带他来 你要带小狗 还有带小猫 还有什么呀 我要带我弟 你要带你弟呀 你弟是你的宠物吗 哈哈 再见啊 这个行政大楼 关乎学校新的风格和新的面貌 你对学校再了解不过了 交给你 我很放心 至于营造的部分 就要由你父亲的公司来负责 教授 能不能帮我帮手过命运 就跟我爸说 是你西沙团队设计的 行吗 一家人有气话 过来就算了嘛 你们俩一样固执 谁才是父子嘛 很久没回学校了 很怀念吧 Q168时 168 168 我们以前 就爱在那个办法里面学习 这还在吗 去年有了一个新的研究室 Q168要改做仓库了 有空你去看看吧 下次回来可就不一样了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 背包在慢慢的勇气 不轻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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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尽你的风景 尝尽你的风景 就回不去 就回不去 青春 等一等 等一等就过去 谁不是 谁谁谁又怕气 只为心底 那句话猫不停 说我爱你 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爱情像画画美丽 等空了所有难题 手牵着你 手牵着你 我就不畏惧 原谅我 挥霍人心 用过我所有力气 甜言蜜语 就回想去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 旅行是有你的风景 让我爱你 让我爱你 让你是你